大家好 欢迎回到来 《望向编辑部》的6点钟新闻报道节目时间 今天是2022年3月31日 星期四 傍晚6点钟时间 今节有我许禅 请大家赞我们的影片 留言 最重要是订阅《望向编辑部》的YouTube频道 《正向报》 《沙冷气》 三个YouTube频道 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多多点赞 今节回来不如先讲一些八卦的东西 有关于早几天前退休法官胡国庆去的拉仔胡雅伦 就被警方拘捕 就说他涉嫌在山顶豪宅里面 就打伤了他的同居女友 而他的同居女友 就并非一般的邻家小女孩 原来就是艺人艺俊杰的前妻 张丽华 张丽华的过去 这里就不说太多了 总之令到艺俊杰非常之伤心 是不是 就向他疑似派舞 派什么舞呢 大家自己 这么大个人 应该都不需要我多说了 这个女士主张丽华 今天就在社交平台出了个帖 那究竟听起来整件事讲不讲得通呢 那我们先讲完再一起分析一下 那话说说自己星期一晚的时候 就在朋友家吃饭 喝了很多酒 断片 就说自己呢 在朋友的家的洗手间呢 就砍爆头 砍爆了 自己都不觉得 但是又奇怪呢 之后呢 就有司机送他回家 那回到家的时候呢 刚刚好就有一个女性的朋友打电话给他 那之后呢 他也都将自己爆了头的相 就传了给这个女的朋友仔 那跟着呢 他说这个女子朋友呢 就以为他被人襲击 那之后呢 就马上呢 就帮他报警了 那之后呢 哦 为什么突然间呢 有警察来到我家的呢 那之后呢 蒙蒙隆隆期间呢 就已经被转送去到医院了 那都不知道发生什么事了 那做到第二天呢 夜晚了 那终于出现回家了 那之后呢 第二天呢 跟他吃饭的朋友才告诉他 原来前一晚呢 他在他的家里呢 喝到猫了 然后跌倒 完全没有人襲击你 没有人打你的 这件事呢 完全都是误会来的 那加上自己都没有什么大碍 那所以呢 在昨晚呢 已经向警方消案了 就说很抱歉那件事呢 对关心的人呢 造成影响 那请大家呢 不用那么担心了 那样的 我看完这件事呢 我觉得也很奇怪啊 是不是呢 那我又要变回许探长了 因为呢 据那个案情的揭露呢 就说了 当时候呢 去到姜利华家里的时候呢 就是当然了 和他同居的就是胡雅伦 那当时胡雅伦呢 就不在屋里面的 那警方来到他家里之后 就看到他 其实不单止他头爆肝的 还说脚啊 还是拆损了 那不知是否真的断片断到呢 周围撼 撼到差不多散了 爆肝都没有feel了 那如是者的话呢 如果你断片断到呢 都搭不到阿sir的 行不到直线的 就是连你老爸姓什么你都不知道的 那为什么呢 警方呢 又会识得去拘捕胡雅伦呢 是不是呢 为什么不是拘捕和你一起吃饭那班人呢 那很简单 你说有司机接你回家嘛 那你司机呢 应该都会被警方问话的 就是你刚才在哪里接他回来啊 和他去过哪里啊 他上车的时候呢 有没有爆了头啊 那再者呢 如果呢 你的司机车你回来的时候 那会开门给你的啊 是不是 说明请司机嘛 要不自己开门呢 那或者你上到车的时候呢 司机都会在倒后镜看下你啦 哇 如果呢 看到你爆了头啊 还是怎样的 是不是都会问下你什么事呢 要不需要去医院呢 要不需要去急症室呢 那你又说脚都伤了的啊 那为什么呢 你又可以私私言呢 那样走回去司机和你准备好的车上面呢 也都是令我觉得相当奇怪啊 如果要拉的话呢 都是那句啦 应该呢 怀疑的 跟你一起吃饭那班人呢 是不是他们弄了你的呢 打爆了你的头 然后你就没有鞋玩剧走 那就离开一间屋 然后慢慢就上回自己的车 然后叫司机车你回家呢 那就相当奇怪啊 真的是吧 重要呢 那个是你的同居男朋友啊 会去拉他的吗 应该你的同居男朋友呢 是不是应该第一时间呢 收到你这个爆头照呢 为什么你会传给你的女儿的友人呢 我假设你传给你男朋友的话呢 然后他又未即时回复回你 那如果这个男朋友呢 他即时说给警方听 他有不在场证据等等的 那是不是不会去拘捕他呢 这个我也觉得很奇怪啊 就是如果警方来说要拘捕他的时候 咦 不是啊 那时候我还在做东西 或者我有个朋友呢 在哪里吃饭的 我怎么弄爆他的头呢 如果这样的话呢 基本上警方就不会去拘捕他的了 那而警方呢 要另外再去找胡雅伦来拘捕他的话呢 很明显呢 就是有人告诉他 他的伤势呢 是由胡雅伦造成的 那警方才会拘捕他的嘛 当然也都有一定的证据啦 那之前也提过啦 这位张丽华小姐呢 他第一分之后啦 在这个保险业界呢 混得更加好 而且呢 识到都不少的 可以简单地说叫上等人啦 大家要有留意到他的历程啊 要去到今时今日呢 绝对不简单的啊 那究竟这件事是什么呢 没办法啦 当事人都说 没事 烧案 我自己撼到而已 都有一些类似的情况啊 什么啊 谁打你的啊 你说啦 哈哈 没有没有没有 我自己摸摸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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次小心点啦 不是我打你的嘛 那没事啦 Sir 这些我们有时候看的电影呢 都有类似的片段出场的啊 不知道跟你这些有没有关啊 那大家呢 不妨留言说一下啦 我自己觉得相当之内人尋味啦 那对于啦 海外法官的辞任啦 那究竟是不是内人尋味呢 那很明显就不是啦 摆明居马的啦 这些不需要内人尋味啦 那啊 又什么法治已死啊 还是还是怎么样呢 那我看到啦 所谓的叫做建制阵营呢 那些梁美芬啊 又觉得哎呀 怎么怎么怎么啊 好行家不送啊 就是类似的态度啦 其实我觉得呢 就千万不要啦 我觉得呢 更加是要显得大方一些 应该呢 要给一种感觉 或者要做到一个势出来 就是告诉他们 你听 虽然没有了这些叫海外法官 但是呢 香港的司法独立呢 仍然是不会被动摇的 那这样才是正路的 因为呢 如果还在一面倒呢 吵那些什么 什么洋人法官 早走早着啊 类似这些好激男啊 或者深男的人 说这些说话呢 只会呢 给他们那些媒体呢 大做文章 就说是不是呀 没错啦 是不是呀 这些人多野猛 连法治精神啊 都不会去尊重啊 就是 例如见到那些骂法官啊 就是为什么呢 就是说不好 这样骂法官 或者骂法官其实是违法的啊 所以有些事情呢 真的要大家呢 就算你说 我只是普通市民来的啊 那不行啊 这个呢 香港呢 是大家都有份的 所以一定要大家做好它才行的 那财经事务局局长呢 许正宇都说了 他说香港的法治行之有效呢 是不需要担心那么多的 也都不会因为这样呢 而影响到香港的金融地位啦 认为呢 事件背后的政治动机呢 非常之清晰 那很勉系的啦 那许正宇又再说了 说当局呢 一直都有周长计划的 并且呢 会推出一些措施啦 香港呢 仍然是有卖点的 那加上呢 一国两制等等的优势啦 能够吸引到呢 人才继续留在香港的 相信呢 这些流动呢 只是短期现象的 认为 机构啦 或者个人来讲呢 都是良琴杂木而齐 当发现呢 香港的 机遇所在呢 有信心的人呢 就会回到香港 对前景呢 也都会有信心的啦 我认识一些人都是的 他都是 周围去啦 这里有工作机会的 有好的发展的 或者想尝试一下呢 吸收这里的经验的话呢 不单止是工作的喔 在社会 或者那个文化上 那个经验 和那个知识 和那个人物 因此而 在香港呢 逗留好几年的人呢 我都见过不少的喔 因为呢 他们能够回回自己的老家的时候 例如 以前呢 有个法国籍的朋友 他也是的 特意呢 在香港呢 磨了四五年 其实呢 都不是叫做做做做做做好的喔 他也都可以呢 借着 这一些 在香港啦 甚至乎在内地啦 存到的经验啦 人脈啦 或者是自己放在Facebook、IG 即是那些跟中港兩地交流的相片 當然它自己加進去Caption的描述 究竟去做什麼 當然寫得自己很厲害 因為在外國來說 他們的公司或者認證的地方 都會看他們的Facebook、IG 看看他們究竟背景是怎樣 都會有的 所以它藉著 你在內地都去過很多不同的地方 或者都有不同的經驗 好像很了解 記住是很像的 這樣都是一個優勢 起碼即是告訴別人 你雖然身在法國 能夠對於內地的文化究竟是怎樣 香港的文化究竟是怎樣 至碼知道如何溝通 起碼好過零 另一樣 對於外資方面 見到禁非令 明天就解除了 是一個好的開始 我預料大約有兩千名的旅客 就會抵港 也都說到 當局也會在 檢疫酒店 派發一個防疫包 給一些來到的香港人士 我想 特區政府一定相當之緊張 估計是超過20個航班 剛才提到的 大約二千名乘客返港 其實 就未包括轉機的乘客 所以數字方面 可能會不時改變 也都強調 會小心 處理抵港的檢疫人士 政府方面已經有充足的準備 確保 在機場的檢測 去到 檢疫酒店的隔離過程 都是會順暢的 還有會有充足的 能力 人手和交通去應付 你想想 二千人 可不可以 挺可怕的 那今天的香港早晨時段 也有提到 就是說那個 罰則方面 那個加碼程度 就加到5萬 那今天的 特首 疫情記者會的時候 也有問到 會不會跟之後的 全民檢測有關 就是你罰得那麼厲害的話 至少到時那些人都不夠膽 不出現 是不是 那林鄭就強調 就無關的 那說 今次的疫情 已經令到很多行業 和市民的生活 受到影響 所以 不會再隨意 收緊這些措施 期望 可以叫做 如期逐步放寬 這些防疫限制 就是最好 那就是 如果你再收緊的話 哇 就是 一定叫救命 我們記住一件事 喊收緊很容易 越收越緊 有什麼不難 政策而已 這樣就可以了 越緊的話 對於那個防疫抗疫的措施 確診的人數 當然能夠控制到 但是記住 一個社會 是有人 去到組成的 也有市民 他們有自己的生活 經濟 很多不同的東西 你捏得太緊的話 捏爆了社會 或者社會承受不到的話 就會引來這個反彈 還有其實有其他不同的社會問題產生的 所以那幫粉餅 經常說全民強檢 全民強檢 不是不做 鬼不知道可以做到嗎 是不是 飯盒而已 錢就能解決到 但是是不是真的有這麼多人手呢 還有整個流程的安排的配套 究竟是怎樣呢 不是這麼簡單的 是不是 那就說說一些恢復的東西 好嗎 政府早前都宣佈了 政府部門方面 將會在4月1號 就逐步恢復公眾服務 預期呢 去到4月21號 就大致恢復正常版本的 大家不用擔心那麽多 那看到很多不同的部門 已經吹雞在那裏說 就是服務方面 怎樣逐步逐步恢復 那相關的那些 自己就去查 那看到網友最緊張的 似乎就是叫做換身份證 例如廉署 路政署 海事署 都出了很多資料 就說自己有些什麼 服務呢 在這裡恢復的 環保署也有啦 如果有些什麼不知道 大家打電話去 很多的 因為環保署很多不同的 其他淋淋淋淋淋的那些 那屋宇署也是啦 不過就是逐步的 例如那些 真的可能我們比較少去接觸的那些 什麼建築物 上訴 審裁小組 秘書署那些 都會重新開啟的 那我們這些就 一屆小市民 就這些都 沒有什麼 幾可關到我們事的啦 還有那些什麼 法援署啊 都是的 咦 還有啦 司法機構那些 都會 開啟的喔 那麼 連緊呢 班友呢 又可以再去審了 因為之前呢 有好幾宗呢 都叫做 拖了都 有些時間 就沒判刑啦 那有些呢 我還記得的 跟上環那宗暴動案有關的 我想他們哎呀 快點判啦 那你其實這個是不是有賺的呢 是不是 因為你起碼都還可以 用來扣回嘛 之後那個暴動罪成 都是坐多久之後 那因為呢 你是還押的話呢 起碼那個招呼方面 可以吃私飯啊 那個環境方面呢 又不是好像監獄那麽緊啦 那這件事啦 總之呢 困住都是不好受的啦 你看那些什麼 楊岳橋啊 譚文豪啊 哇 困一下困一下 都成年了 那當然啦 你說什麼什麼未審先判 不是的 因為呢 他們那個 危害國家安全的風險 實在太高了 你們講到自己 那麼厲害 那麼勇猛 例如好像 譚文豪啦 雖然呢 沒有做立法會議員 也都開了什麼一天三餐 洗碗啊 還是怎樣 原來洗碗呢 只不過是一個表面的掩飾而已 實際來說呢 美國領事館呢 都是會過去找人聊聊天的 那不要說為什麼要困住你啦 因為你那個 影響力 實在太厲害了 你們 還經常呢 又說約誰誰 美國國會議員 又找他什麼幫手啊 又說什麼警暴啊 又要制裁啊 制裁名單啊 這些這樣啦 那這些呢 就是因果關係啦 你中了這些因呢 那個果呢 到時候就越大了 那講一點 今天的特首 疫情記者會的什麼亮點 那他說 他說啦 近日的疫情呢 雖然有下降的趨勢 但是下降的幅度呢 不算快 仍然呢 需要密切監察著的 大家呢 當然是見慣了幾萬幾萬 那些的單日確診數字啦 如果突然間呢 看到跌到低過7000的話呢 好像叫做鬆了口氣那樣的 那問到確診數字回落 是不是適合 推行 全民檢測呢 那他說啦 都是那句啦 疫情的開始 或者尾聲的時候呢 才推行的 現在呢已經不是一個開始期啦 一是呢 就去到尾聲才推行 不過呢 7000多種個案呢 似乎呢 就未去到尾聲的啦 即是一句說完了 未去到 當時候說 全民檢測的最佳時機 那可以說一下啦 即是如果7000多 6000多 那樣呢 希望市民呢 都不要叫掉以輕心啦 那可能有些 黃油啊 消極油呢 都說 嘻 都這麼多人確診了啦 還有那些 來著而已 時辰未到而已 那不要這樣想啦 是吧 記住啦 如果 未接種好三質疫苗的話呢 萬一 就是大家利是 身體有些什麼 不妥的 雲歸天 那怎麼辦呢 是不是 我們都不希望看到這樣的嘛 始終呢 都是人命至上的 那現在說多一點點呢 就是說呢 接下來派那個服務包裡面呢 因為有很多盒那些快測的嘛 那希望呢 大家可以 在短時間裡面呢 透過這些快速檢測呢 看到香港目前那個感染的情況 那究竟怎麼做呢 說來著會稍後公佈啦 那會不會叫做 強制性呢 那如果市民不做快測 會不會有罰則呢 那他都說稍後才再說 那究竟是否要做些什麼 那大家要一起去填呢 一起去給資料呢 那究竟這個服務包呢 背後 還會有什麼含意呢 這個呢 我們真的等到時才知道啦 那你說要 強制大家去 用這個快測包 那究竟用什麼 形式呢 來確保這班人呢 一定會用呢 還有最麻煩的就是 會不會 其實他自己沒有用到的 拿了另一個人 叫他跟我做多個盒 好嗎 那又麻煩了 那即時又是不准的喔 即是他沒有用自己 提供出來的東西呢 來做快速檢測 用了別人的那些 那便查不到他咯 那有些是那麼喜歡玩東西的 因為我都見過那些人說 喂叫你做快測而已 叫你去什麼呢 是不是 總之有些人是那麼瘋就那麼瘋的啦 即是那麼喜歡搞對抗就搞對抗 這些真的黏得都很混淆的 那據說啦 這些的服務包呢 首先會派了給一些 叫做三毛人士先的 希望我們收到呢 開心點啦 那對於呢 今個早上 在神網第一線的時候 寫了一張好似有提到 那我在香港早晨的時候呢 我都有提到的 就是洞棍呢 承傳說什麼現界政府呢 會延任一年 那有記者呢都撲了出來問 咦咦 特首有沒有這樣的事啊 那特首的回答都幾妙的 那大家要細微一下那一句 去到這一刻呢 都沒有收到任何的通知 我們呢 仍然會是按住4月3號呢 展開下一任特首的提名期的 那即使啦 咦 我都未收到封啊 你們竟然收到封 還快過我呢 有沒有搞錯啊 這個真的挺好笑的 這些真的告訴你啦 這個封聲是假的 又或者呢 現在你們想搏一搏 看看會不會有這些啦 有沒有這個機會呢 萬一真的呢 如他們所說 展開了提名期之後 才通知特首 延期啦 不過我就覺得 這個可能性比較低一點 即是開始報名了 然後才說不搞 始終啦 特首就不跟立法會議員 兩樣東西來的 就不能夠類比 因為當時有立法會議員那裏都是 他們展開了報名之後 因為那個疫情那裏爆發 所以呢 就強硬地 要他們stop啦 那這裏就是一件事啦 那最後呢 幫手澄清一件事啦 那有網絡就封傳了一件事 就是說呢 公務員或者要減薪 那跟著呢 那有些媒體呢就去向公務員工會聯合會的總幹事呢 梁酬亭查詢一下啦 那他說目前流傳的呢 都是假消息來的 他說如果 大家的利是呢 公務員要減薪的話呢 都會對於私人市場呢 造成一個骨牌效應 雪上加傷 當然是呀 要用來做參考 好慘啊 那都是那句啦 希望呢 大家接下來 捱得過 這個第五波疫情 大家呢 就真是可以走向雨後彩虹啦 現在呢 雖然可能大家說 哎呀 份工呢 都可能叫做朝不保晚 不單止打工仔辛苦 其實你們的 老闆 其實他們都是經營的 很艱難很辛苦 就算 現在什麼兩送飯 很多人買 但是他們都會 被人家泡租啦 或者食材方面又會不穩定啦 又會怕附近又會開了一些對手啦 又可能怕那個熱潮會冷卻啦 如果疫情過去之後 會不會有人不吃呢 很多不同的擔心的 就算呢 你說現在好生意 但是都會想 之後有沒有生意呢 會不會賺頭蝕尾呢 很多東西不同的考慮 所以就 希望呢 大家都說了 齊心抗疫 每一個人都有自己的崗位 希望大家呢 各自各做好本分就最好了 那好啦 今天的六點鐘新聞呢 暫時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